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接受一個電台訪問時重申 他不會因為今屆政府只剩下幾個月任期 就會影響到他在推出的中長期措施 曾蔭權認為一次過紓困措施不會成為常態 亦不擔心無法回頭 相信香港人是理性 如果經濟不好就不會推出有關的措施 在擴闊稅機方面曾蔭權承認要考慮政治因素 因為要取得立法會支持 他認為當有財政言語的時候 很難說服市民和立法會在稅機上作出改變 曾蔭權又說當然出現金融海嘯 希望不會在換屆時發生 因為會帶來不明朗的因素 影響下屆政府並對香港不利 他又預計今年上半年考驗較大 因為會知道歐債問題到底是可以解決 還是會爆破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到達了